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画室应该是去年二一年吧 到现在有一年多了 就是感觉待在这里特别舒服 心特别的安静 这个画室非常好 你看那个天光呢 面积也够大 有两层 一般我一待在一个空间里面就是 我喜欢那种自然生长的感觉 就是我把我必要的 必须要用的东西放进去 然后在里面慢慢慢慢地 它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模样 就让它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模样 我学习绘画比较早 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文化 就一直就很热爱 业余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在里面画 总是感觉绘画对于我来讲 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我忘了它是一个西方的外来的画作 这个现代性如何跟这个我们的本土 我们的中国的传统的文化精神相结合 那么这是在绘画画面有一个小土坡的一个地方 有一个系列的话叫做边缘人 实际上这是画的一些社会相对底层的一些人物吧 那么这张画呢 所以我就是把它跟那个中国传统的那些意象 跟结合一下 好像一个老头做的一个树层一样 那个后面的那些树层就画在极其协议 是把这个传统的协议的融物化 用油画屏形这些材料上面去做一些探索跟尝试 我现在创作的重点我主要还是 一个是延续过去的一个题材 就是画了一些叶子 因为这个题材对于我个人的创作来 就有很重要的这个意义 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吧 是发展的是很快的 在表现这些叶子的时候 它会好像让人感觉到有一个 精神的这个喜剧的一个家园 很多人就说是你要画得鞋叶一点 画来挂在这个展示里面一定要跳出来 一定要强野 这样的话就会很多人记住我的话 我就明明不知道了 后来我就快回溯了 实际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绝对鞋叶的意思 它只要经过空气的顾虑都是灰色 所有颜色都是灰色 而且灰色的它能够让人内心更安静 反正你喜欢你就多看起来 你不喜欢你就能够忽略它 它不会强固你 任何一个艺术家 任何一个艺术家就是 无论你多么奴隶 他都逃不脱迹 或者你这个字 都是在好像你在塑射着一个故事 塑射着你内心的情感 或者塑射着你对当下文化的一个认知 对社会发展现状的一个判断 它都在这个画面里面 所以方称之间天地很大 也就是这个意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